野味的星星 字幕 劉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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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卷美啦 這張也是幫勞路塔畫的圖 11月時畫的 因為作者也有明顯的指示 很有想法 他希望畫面有一顆眼睛的金字塔 很像光明會的標誌那個樣子 然後讓希臘神話的擎天神 阿特拉斯來扛 其他圖畫本來這個神都是扛天空 或是雕像的話就是扛地球 然後這次他連金字塔也要扛了 OK 既然是人家都這麼希望了 那我就照他的形容來畫 這個搭配應該是為了符合他音樂的內容 所以才這樣提議的 至於他意涵什麼光明會又是暗示什麼 這就是音樂作者的事了 其實像這種有內涵意識的作品 很容易出現一種狀況 不是作品圖畫有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一件作品 他就一個靜態畫面 作品中沒有明顯的意涵或是充足的暗示 但作者對這個作品的解釋跟理念 就好像一個發春的臭肥仔 看到正妹禮貌的微笑 一瞬間已經腦補到客服阻礙 瘋狂愛愛 結婚生子 白頭偕老 生死相依 有時候有些人或是老師也會這樣 他技術就很拙劣 作品就追不上他的那個嘴炮 講好聽一點就是 他的理念很豐滿 作品很骨感 就像女生的歡樂杯 男生的30公分 除了畫面上的東西 其他都是靠腦補的這樣 有些人或是老師就是 他們就很吃著套 我以前也有用過這種類似的 把能想到的東西都拿來解釋 拿來掰這樣子 有時候自己講一講會不會覺得 覺得自己真屌 真能掰 但這樣也不是不好 不然上台什麼也講不出來也是挺尷尬的 我現在示範一下 怎麼把這張圖掰出遠超畫面的理念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蒼白的人 他卑微的低著頭 奮力扛著暗黑金字塔的重壓 縱使他不斷抵抗著壓力 就像我們平民百姓 即使因壓力練出了強健的體魄跟意志 可黑色金字塔就像社會的黑暗 依然不斷的施加重量 然而他付出的力量支撐住整個社會 可卻連塔的最底層都還不到 雙手除了不只沒有閒暇外 還被眼睛無時無刻的監視 發出循環的倫理道的世俗規範 奴役制度所不斷的洗脑 跨出想逃離的一步 便會被電擊處 反正就是類似這樣的 那我其實覺得 好像這樣掰也是挺挺可以通的嘛 我這邊加碼再掰一個 我想講我做的這個粒子動畫 我覺得這個挺挺漂亮的 你看這個雖然只有短短的10秒鐘 卻蘊含了璀璨的開頭 激烈的聚散 最後像煙火般爆炸的結吻 三個角可以分別想成代表著親密 激情 承諾 愛情 三陰論 從剛開始的四散 在一片混亂中 尋找對象 到中間我們有了目標 有了心動 零碎的能量聚集合一 這難道就是愛的力量嗎 就像故事的結尾 我們得到了美好 回頭過往 原來歷經一連串的故事 就是為了這個像煙火般美麗的瞬間 帥